快看,胆子也太大了,竟然枕着猎豹睡觉,猎豹为何会如此听话,到底怎么回事,在它身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? 对于一些喜欢小动物的人士来说,每天能够抱着它入睡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,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一定会让你惊掉下巴。 作为一名动物研究者,沃克在南非常年居住在野外营地观察动物们的习性与特性,长期生活在非洲,并且建立起了猎豹繁殖中心。 为了能够进一步研究出猎豹的体态特征,沃克几乎与猎豹同吃同住,甚至还会在同一个帐篷里面睡觉。 沃克与小动物们相处的都非常融洽,沃克作为动物研究者,会时刻拿出摄像机拍摄自己的日常习惯,记录猎豹的生活习性。 每天也会与猎豹一同入睡,突然有一天与猎豹玩耍中,猎豹将它的枕头弄脏。 沃克直接将头躺在了猎豹的身上,当作动物枕头让它睡觉,这估计是很多人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吧,羡慕了不少人。 也许是觉得自己不小心弄脏了沃克的枕头,心中有愧,所以就任由沃克枕着自己的肚子休息。 沃克也丝毫没有感到畏惧,猎豹也没有进行反抗,躺在猎豹肚子上的沃克睡得是如此的舒服惬意。 猎豹也依偎在沃克的身边沉沉地睡去,两者就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顶帐篷,互不打扰。 这只雌性猎豹由于之前与其他同类争夺食物,在争抢过程中发生剧烈的碰撞,导致身体受到过伤害。 它的骨骼、关节、身体四肢都有受到过影响,所以比起其他的猎豹,它的身体要虚弱很多。 但尽管如此,在他的身上依旧保留着猎豹的天性,能够独居生活也可以进行小团体群居,具有非常强的领地意识。 平时的生活也很规律,几乎都是日出而坐,日落而息,像个老年人的生活,还特别喜欢在柔软的地方睡觉休息。 沃克将猎豹当作枕头的图片发布到社交媒体上之后,网民们直呼胆子太大了,连猎豹都敢当作枕头。 这要是夜晚睡到一半,猎豹突然惊醒伤害到沃克怎么办? 睡觉都会提心吊胆,睡不踏实。 当然在感叹沃克行为大胆的同时,也表示非常的羡慕,也很想尝试一下躺在猎豹身上的感受。 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会让你更加感到惊讶。 沃克在进行动物研究者的日常工作中,会接触到很多小动物,也会救治很多小动物,为它们治疗伤病。 对于迎面走来的是一只凶狠且带有攻击性的猎豹,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劝说它离远一点,以免被猎豹受到攻击。 但沃克却一点都不害怕,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? 原来这只猎豹已经与沃克是老朋友了。 这只猎豹在出生没几个月的时候,由于野外环境艰苦,寻找食物也非常困难。 小猎豹身体瘦小,呼吸也逐渐微弱。 母亲以为它已经没有了呼吸,就将它抛弃在了丛林里,毫不犹豫地走向了远方,就再也没回来看过它。 沃克也正是在此时认识了这只小猎豹,把它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。 在与沃克相处的一段时间里,小猎豹已经将它当作了亲人,陪着猎豹一起奔跑,嬉闹,玩耍。 平时的小猎豹还会咬着沃克的裤子与衣角,与它撒娇。 沃克也总是陪着它,甚至晚上还会睡在一起,非常认真负责地照看小猎豹。 这也让两人的感情变得更加深厚。 在照顾了猎豹一段时间后,沃克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离开了工作基地,回到了自己的国家。 但在此期间,沃克一直都非常想念猎豹。 在照顾猎豹的日子里,它已经与猎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,因为它们比其他的肉食动物要更多情一些,更容易与人类沟通并建立友好关系。 于是在一年之后,沃克利用自己休息的机会再次来到南非,看望他想念已久的猎豹。 而小猎豹也没有将沃克忘记。 猎豹看似凶猛的表情实际是在欢迎老朋友的回归,周围的工作人员也放下了戒备。 在猎豹冲向沃克的一瞬间,沃克也非常地感动。 感动猎豹竟然没有忘记自己。 由于太过热情地欢迎沃克的到来, 猎豹竟然用带刺的舌头舔了他的下巴,导致沃克的下巴渗出了血迹。 即便是分隔一年,再次见到沃克的猎豹还是那么地热情开心,一起摔跤,一起玩耍。 在看到沃克的一瞬间,猎豹就已经迫不及待地绕过围栏,跑到门边。 沃克试探地把手伸过去,想看看猎豹是否记得他。 在将手伸过去的一刹那,猎豹就很热情地与他互动。 这时沃克才发现,此时的小猎豹已经长大,身躯比一年之前要大了很多。 身体上的骨骼和肌肉由于常年奔跑在户外,也变得非常的结实,口内的牙齿也变得更加锋利。 在与沃克相处了几分钟后,沃克与猎豹就回到了往年的相处模式。 小猎豹依旧很爱与他撒娇,总是贴在沃克的身边,一刻也不离开,生怕沃克一个没注意又离他远去。 沃克也明白他的意思,就这样一直默默地抱着他坐了很久,二者都非常享受现在的时光。 在照顾猎豹的时间里,也对猎豹充满了很多的情感,也花费了很多精力,更掌握了与猎豹相处的几个重要原则。 首先是在他进食的时候,千万不要干扰他。 而且在沃克与他接触时,发现他非常喜欢人类身体的气味,也会下意识地与雄性动物去结盟。 有时候与猎豹相处时对沃克用力过猛,沃克就会轻轻推他的头表示停下,而猎豹也非常听话,会立刻停止他的动作。 沃克时隔一年再次回到猎豹身边,感受到了他的热情与开心。 这也让沃克意识到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。 他希望在之后的每个假期都能继续回到这里照顾猎豹。 他非常喜欢与猎豹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。 在猎豹的身上感受到了别样的温情,也早已把它当作了生活的一部分。 对猎豹的感情也难以割舍。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还会考虑未来会全职从事此项工作。 人与动物是平等的,人也属于动物。 只不过人类属于高级动物,拥有超高的智慧与动手能力。 但相对一些体能与动作灵敏对抗,可能相对动物来说也有劣势。 在给予人类高等智慧的同时,也需要人类去保护动物,不要去恶意伤害它们,猎杀它们。 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是冷血的,只要你付出就一定会有所回报。 它们都是情感有思想的动物,只是需要我们用心去发现,用实际行动去感受,去接触。 只要这样,人与动物才能和谐相处,才不会造成生态失衡。 感谢观看